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我再打一个怀旧游戏啊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Dolong Quest 勇者斗偶龙 几代呢 一代 怀旧嘛 这个游戏呢 是Square Anikus公司 在1986年左右 发卖了一款游戏 被预言这个 日本的国民RPG 所以我呢 想玩玩这个怀旧游戏啊 好咱们开始啊 这一上来是说 建一个冒险书 那咱们就建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是输入我的名字 我呢叫Coma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输入Coma 正好这两个假名挨着 好咱们马上开始啊 因为我这个是日文版 其实这个游戏有著文版啊 但是我呢 为了学日语 所以咱就玩日文版啊 好这是说这个信息的表示速度 咱们就这一般的速度啊 Go 这一上来是个国王啊 他说 Coma 你呢是继承了勇者 罗多之血的人 就说我啊 我呢一直等待你的到来 OK 那我来了啊 这是阔别多少年了 86年发卖 现在是17年 31年 他等我31年啊 他说我看看他怎么翻译啊 在很久以前传说中的勇士 罗多呢 他从神灵那里 继承了光球 然后呢 他把笼罩世界的魔怪 被封印起来 就是说 这个勇者罗多呀 他用了这个神灵 给他的一个光球 然后呢 把笼罩世界的那些个妖怪呢 给封印起来 但是 不知道从哪出现了一个恶魔的化身龙王 他呢 把这个光球封印到了黑暗当中 这样的话呢 世界又被黑暗所笼罩 然后呢 就毁灭了 勇者扣马 说我啊 他说你啊 一定要打倒龙王 从他的手里呢 夺回光球 这个光球 以前我玩那个建造者 好像也是有光球这个概念啊 他我呢 给你些礼物吧 你看你边上有几个宝箱 你把它打开 这个宝箱里面的东西呢 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OK 谢谢咯 然后呢 这个屋子里面 还有些其他的人 你呢 和他也对对话 他呢 会告诉你一些旅游的心得 旅行的心得 那么再见了 勇者扣马 那再见了 这个 废话不多啊 我看啊 这是国王 这些是大臣啊 哈纳斯 扣马 是你吗 你知道 罗拉公主的事吗 罗拉公主 罗拉公主 我不知道 我选这爷啊 罗拉公主 她是国王 最重要的 就这么一个独生女 就是独生女啊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孩子 她王妃 自从死了之后 这个 罗拉公主呢 就是国王的心里的支柱 罗拉公主 看来被妖怪夺走了 被龙王夺走了 她说 但是 这个 罗拉公主呢 她被妖怪 给夺走了 已经有半年的时光了 我 凶多吉少啊 咱们这个国王呢 他虽然什么也不说 在她心里呢 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吧 那肯定的 扣马 拜托你了 一定把罗拉公主救出来 这没问题 交给我了 要不咱干嘛来呢 对 稍等 有这个宝箱 我看呀 哈纳斯 这怎么不能 我不看啊 这个是 这个是哈纳斯在说话 这是这个 茨尤萨 就是说我的强度 这是托比拉 是门 这是希拉贝鲁调查 这是道具 这是皱纹 咱来希拉贝鲁应该是 好 打开宝箱 获得台马次 获得一个火把 OK 这太麻烦了吧 这得这么选一下才行 这获得了这个魔法的钥匙 卡基 OK 怎么老选了 这个说话呢 哈纳斯应该和香的说话 应该选这个调查 打开宝箱 获得120个金币 OK 好 那咱们可以出门了吧 我再和这两个士兵对下话 你看一下所有的宝箱 那里面呢 会有一个魔法的钥匙 OK 我看到了 这魔法的钥匙呢 如果你使用的话 那么他就能够把门打开 这话说了 开门 然后呢 你的旅行也就此开始了 OK 我再跟这 这说话太麻烦了 还得选 选这菜单选一下 太麻烦了 他说你啊 出了这个城 边上有个小镇 OK 然后呢 你先去那个小镇 去买点武器和防具吧 这没问题 如果你在战斗中受伤的话 那么呢 就回到小镇 去这个 亚多亚 就是回到 去这个旅馆啊 睡他一觉 然后呢 你就能够恢复 OK 这是标准的阿批这样 好 那咱们开门哦 那应该选这头皮拉吧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正式旅行啊 我看啊 哎 我这是啊 这是出来了 这还没出小镇啊 我现在应该是在宫殿里啊 他说你在这个冒险的书里面 记上你一个旅行的记录 然后什么事都可以再开 这就说这个 save load 你在旅行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旅行了 那就回到国王处 然后呢 进行记录 就是回到国王的地方 咱们才能够记这个游戏的进度 这里叫做拉达托姆 这和以前我玩剑道者的地儿不一样 名字就是说 每一代这个 这个DQ 他的名字都不一样啊 这个地方呢 很多的人都在这里面聚集 是好的乐园 OK 但是呢 却被妖怪给 被妖怪给袭击了 差一个小女生 啊 罗拉公主 罗拉公主到底怎么了 到底她去哪了 她担心罗拉啊 难不成说 她的命已经 没说下去啊 不说了不说了 我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 空曼空曼 我说的话一定把我 不是把我 我刚才说的话 一定把她忘掉 我没说 但我听到咯 我先转转这个小镇吧 这躺个人 哈拿斯 罗拉公主 这和高的这个 我看这罐子 这个 这不是 这老选错 应该是选这个希拉贝鲁 找到个药草 OK 这个罐子里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稍等啊 这个RPG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就是对话嘛 对话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啊 你看这个人说啊 他说你呢 在进入这个洞穴的里面 一定要吃一个火把才行 啊 照明啊 啊 他说这个洞穴呢 是被黑暗统治的地方 妖怪呢 比地上要多 OK 谢谢你的提醒咯 黑暗之龙 当他的翅膀张开的时候 继承罗多之血的人呢 就会来到 然后呢 把黑暗照亮 嗯 神勇 哎呦 这干嘛 该打闪了 神勇 给这个 他说我呢 是传说中的勇者 他说给我光芒吧 哦 刚才那光是照到我身上了 好 我看啊 这边咱都尽量对对话啊 这个对完了 然后 左边还有啊 这谁 我呢 是旅行的商人 嗯 到今天为止呢 我有很多的伙伴 都被妖怪所杀掉了 我想到这个事 嗯 我就非常的难过 我都不行了 他都不行了 太难过了 就是说 这还有个小孩 看样式小孩 哎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告诉我吧 我可听说 被这些妖怪所毁灭的这个小镇 还存在 啊 就是说呀 他就说呀 他听说过 有很多小镇的被妖怪给毁灭掉了 够吓人啊 这孩子怎么知道这个 我想 这个应该是 头逼拉 没有钥匙不让进 就知道了 这是不是应该说是 玩这个勇者斗龙 跟所有人都对对话 获得这个 这个剧情线索吧 应该是 他说你 应该呢 和妖怪进行作战 然后呢 积累经验 这样的话 你呢 就能够作为勇者呢 提升你的 Label 就是说提升你的级别 让你呢 变得更强 先知道了 这个 这都是基本的 这没有什么这个 剧情的这个信头 我和我的女朋友 要在一起 在吧 但是我的这个心情呢 会不会被妖怪所践踏呢 他怕他的这个妖怪 把他女朋友抢走啊 少长 跟他女朋友对的话 我要和我的男朋友 在一起 但是呢 我和 不是 应该这么翻译啊 不好意思啊 从来啊 我和我的男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会忘记 世界被黑暗所笼罩这件事 他很爱他的男朋友啊 但是 根本这就不对 这是假的 如果世界毁灭的话 我们的爱呢 也将终止 他是这么说的 啊 这俩人还是 这个 很恩爱啊 少总 这还有人 咱们再对下话 这游戏就是对话是吧 半天啥都没开始呢 少总 我怎么追不着他 追着 开门需要钥匙 但是呢 一个魔法钥匙呢 只能使用一次 我知道了 只能使用一次 哎 就我这右边过不去 好像是吧 这门锁着呢 好 咱们现在应该是出了小镇 我看看啊 哇 这个音乐 背景音乐非常的纯粹啊 哎 少总 这个树里我能进是吗 哎 我还以为这树里不能进呢 这山也能进 哇 史莱姆出现 那咱们先来史莱姆 我现在 我现在能打得过他吗 他打我二 我打他一 不行 看来啊 哇 我现在连史莱姆都打不过 我出来干什么呢 OKOK 我打史莱姆还算是行 属于小杂鱼嘛 对吧 给了我四个金币 我赶紧回来 这是我小村庄 刚有士兵说 让我到这个边上的小村庄 买点东西是吧 我看看啊 哈拿斯 拉达托姆 欢迎你来到 拉达托姆小镇 你好 欢迎光临 里面请 上里面去说话 好 咱们来里面说话啊 这是武器屋 我看啊 咱买点武器吧 我看啊 塔开招 这个是猪肝 猪肝咱不要 空波 这是拉达托姆 这是铜剑 铜剑好啊 这加17 来吧 是否装备吗 装备 OK 然后咱们继续买啊 我看看 然后 这个是布衣 这是皮衣 咱来皮衣吧 皮衣给布的好吗 对不对 好 然后我还再买啊 再有这个 这个是卡巴诺塔 这个是皮盾 皮盾可以增加咱们的这个守备力 咱来一个 OK 咱们买完武器之后 我看啊 咱们再对了换 哈纳斯 有很多非常有勇气的年轻人 他们从这个小镇出去之后 就死在外面了 太难听了这话啊 但是空马 我可不想让你也死去 哇 那谢谢你咯 看来外面妖怪很厉害啊 你出这个小镇进行旅行的时候 请注意那个桥 往哪里有桥啊 你过了桥 如果去远的地方呢 就会有非常可怕的妖怪出现 这都没有这个剧情的这个介绍 我呢 从嘎赖的小镇来的 我呢 是旅行的商人 嘎赖这个小镇呢 他在这个镇的北面 嗯 沿着海边往西走 就能够找到 原来如此 那咱们现在看来 要去嘎赖是吧 我来到这儿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吗 被妖怪袭击了 哎呀 我能活到这儿 简直就不可思议 原来如此啊 这个小孩 对对话啊 这应该是旅馆吧 喂 你知道吗 又问我知道了 不知道 我可听说 有哪个小镇 卖魔法的钥匙 钥匙还能卖啊 哎 稍等 我呢 在研究解毒魔法 哦 这人是研究魔法的 解毒魔法 他说你呢 如果被诅咒的话 就来这儿 我呢会帮助你 没问题 就说我中毒了 就找他对吧 传说中的诗人 嘎赖 哦 这个嘎赖 那个小 不是小镇 是他 是这个 这个传说中的诗人啊 他说这个嘎赖呢 他使用过一把竖琴 Tatakotomo 然后呢 这个竖琴呢 被葬在了 他的墓碑当中 原来如此啊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 这个剧情的这个 心头呢 就是说这个提示呢 他说这个 你是罗多雪的继承者吗 你有什么证据吗 他问我有没有证据 我有 我哪有什么证据 嗯 你好像没有证据哦 他不承认我 他说你 如果是真的罗多的子孙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有证据 这我还得找个证据啊 身份证啊 碰到这有个小女生 对下换哦 哈拿死 耶 不对不对 我不是罗拉公主 谁说你是了 但是大哥 我看你可不错 我就跟定你了 他就跟我了 哎呦我天呐 他跟我了 这多危险 我出现那都是妖怪 他说 这是什么地儿 他说那个 欢迎光临里面请 这是什么地儿啊 酒馆是吧 这女孩一直跟着我 啊 啊 道具屋 哇 道具屋的话 咱们买点东西 亚库搜是药草 咱们要的啊 不但要 我还得多要去吧 然后 药草 我得要他三五个 然后这个台马斯火把 应该 我现在有一把 至少得再来 两三把 稍等 台马斯 下面 稍等啊 下面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 六の 五楼 这应该说是 是龙的鳞片 来一个 好 这龙的鳞片 稍等我看呀 这龙的鳞片 是干什么的 兜过 龙的鳞片 看我现在是有 四个草药 三只火把 还有一个龙的鳞片 四看 我把龙的鳞片 放到了身上 就完了 放到身上就完了 能装备 估计能解读是吧 好 这个小女生 一直就跟着我吗 原来如此啊 这刚来的 有小女生 跟着我 他说 我 他说 这个旅行之人 这是旅馆 一板上 要三个黄金 这什么意思 有个女生 然后 让我在这 跟他 住旅馆 试试啊 看看有什么情景 带个女生来 然后 住个亚兜亚 怎么样 昨天晚上 让我特别的高兴 那么 拜拜 这女生还跟着我 好像变压 梳头了 梳头了 稍等 这是谁 这个是 保管金和物 这算了吧 我没什么 没什么金物 稍等 这有一个什么东西 这能调查吗 希拉贝 汤斯 柜子 找到了一个 希莓拉 希莓拉 茨巴萨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瞬间移动 是吧 好 咱们获得了一个 希莓拉 哈纳斯 这位大爷 你走到那个 毒的沼泽地的时候 可要小心 当你生命垂围的时候 如果你进去的话 就会失去生命 OK 谢谢 这女孩难道 就跟我冒险了吗 也不错 一上来多个同伴 我是不是应该都对过话了 那接下来我应该是去 嘎赖的小镇 对吧 刚才我看一个勇者说 不是一个商人说 应该是往北走 稍等 我看这有没有地图 这个不是 这也不是 没有地图是吧 这也就是说 没有地图 那咱就向北走吧 哎 啊 妖怪 妖怪 这不怕了 我买道具了吧 应该是 OK 我买了那什么道具 买了把铜剑吗 对不 刚才记着 他说是让我走到 走到海边 然后呢 让我往西 Ghost 小精灵 这个Ghost 在这个DQ建造者 用的动用建筑者里面也有 他这些妖怪应该都是 这个有传统的 每个游戏中都有 那有没有嘎弄大姐他们的呢 好 咱们再走啊 下面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山洞是吧 算了 先不管了 史莱姆 干掉灯 哦 这个山是过不去的 这怎么分呢 树是可以过的 下面这个山 也可以 啊 这个小镇啊 这有时我分辨不出来啊 哪个地方是可以过 哪个地方是不可以过 这是31年前的这个 这个这个RPG了 确实做的跟现在没法比啊 但是 我还是真的就喜欢玩这种风格游戏 现在的画面太强调画面了 我反正不喜欢 尤其3D 我还玩的头晕 所以我更喜欢玩这种像素的游戏啊 现在包括这个 我的世界不会属于像素景对不对 好 咱们先不说了 咱们来到这个小镇 对点话啊 就是说你听歌吗 旅行的人 我听个歌 咱听听啊 看有什么歌啊 就这个 这够吓人的 这歌 他说 谢谢你听了我的歌 其实呢 其实呢 我呢 是想成为传说中的诗人 嘎赖 所以我呢 正在修行当中 哦 我还以为是剧情呢 稍等啊 下面这个 小店铺是干什么的 咱们看一下 又住不住 不在你这住 只有女孩 对啊 对啊 我刚才那女孩呢 哎 他还看我 这出门了 不跟我了 就在那个小镇 那个亚都亚 那个旅馆跟我啊 我看啊 这是 古老的小镇 咋来 欢迎你的光临 这有一个这个道具屋 我看看啊 咱们买点什么道具啊 哇 这太棒了 这个叫做这个 Tetsunoono 这是铁斧 来一把 装备吗 装备 这样的话 我就有铁斧了 我现在那个铜剑 就可以不要了 然后 我还得再买一把 这个 古萨利诺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增加守备力的 这俩 会不会一样呢 我试试 哎 我已经满了东西 那我得卖点东西啊 我的这个布袋 看来装不了多少东西啊 这个铜剑把它卖掉 90卖了 然后我能再买了吧 对不对 我先买这个吧 这是盾吗 装备 把我现在的那把盾 卖掉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现在是这个 卡网塔 这个把它卖掉 皮盾 不要了 然后再买 再买的话 这个是什么 买一个试试 能装备吗 装备 OK 然后 我再 把我不要东西卖买 看来就说 这个拥有豆油龙一代吧 它这个布袋是有限制的 不是说 咱能随便往里装 哎呀 真是一代啊 八位机是吧 但是 八位机 可能是容量存的不多 有这个问题 好 卖了 真会做买啊 太赚钱了 无伤不付 好 咱们继续对话啊 哈纳斯 什么 你从拉达托姆来的 就干那小镇吗 你在途中 是不是看见了一个洞穴 我看见了 他那个洞穴呢 是传说勇者 罗多 的洞穴 罗多葬在这个地方吗 就是说 那一会咱们去看一下 看来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诗人嘎赖呢 他结束了长途旅行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建立这个小镇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小镇呢 叫做嘎赖 明白了 嘎赖 我想想 当时我玩这个建造者 的时候有没有 嘎赖这么一个人物 我还真记不清了 一年多钱玩的了 我看到了 他看到什么了 拉达托姆的公主呢 她被妖怪带到东面去了 原来如此 他说谁能够帮助下公主呢 有这么勇敢的人吗 当然有 就是我啊 是的 什么 真的有吗 那你一定要告诉那个人 公主呢 被妖怪带到东面去了 哇 那我知道了 这就是一个情报嘛 咱们现在 应该去东面啊 稍等 咱们对完话 我就去东面 道具屋 这道具屋 什么都不能买了 我 我这个布袋 布袋 布袋太小了 那咱们应该是都对过话了 才对啊 这个门应该是不能进吗 这门不能进 我也没有钥匙 头皮拉也不行 嗯 那咱们现在应该是 我看啊 应该是去那个洞穴 然后呢 咱们再一直往东 走就对了 这个边桥 上面都没有啊 然后稍等 我试试啊 这个怎么 没有地图呢 嗯 这都 这都不是地图 就说这个 没有地图啊 没有地图 那我怎么找啊 这图太大了吧 啊 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 应该是 去下一个洞穴 然后呢 咱们一直往东 就是接下来的任务啊 那么好吧 这个 拥有斗龙 我觉得这个游戏 应该不是短期能打完的游戏 所以我呢 一集控制在30分钟左右吧 嗯 应该是录了大概30分钟 那这第一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嗯 今后呢 我呢会继续打这个DQ1 拥有斗龙一代 嗯 也希望您呢 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呢 一起呢 温故知心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